警務人員緊急給予傷者氧氣 並且施作CPR維持生命跡象 受傷的理性男子身上被砍了好幾刀 被發現的時候已經奄奄一襲 倒在路邊血流入住 5號下午5點多 心胸的嫌犯湯家鴻手綁西瓜刀 來到工廠要領薪水外加談判理論 過沒多久就看到三個人逃出工廠 其中兩個人還身受重傷 畫面上方的黃信死者渾身是血 在經理陪同下逃跑 另一頭理性傷者 原本用來防身的高爾夫球肝 已經被嫌犯砍成三結 慌亂中匆忙逃命 嫌犯卻大喇喇拿著刀 還在現場徘徊 一個人抱著手 然後有看到骨頭 血流超多的那種 然後我有問他們要不要叫救護車 結果他說已經叫了 我有看到路邊有一個夜趟子 也是臉色已經變白色了 附近民眾見狀 被這樣的場景嚇了一跳 行凶的湯信嫌犯 因為不滿理性傷者 多次數落他防水工程 施作工法不好 影響他客戶數量 因此相約談判 黃信死者以及張信經理陪同 沒想到嫌犯一見面就亮刀狂砍 另外兩個人也遭到波及 而嫌犯當時還拉下工廠鐵門 不留活口的意味濃厚 疑似早有預謀犯案 在工法施工上面 可能會有一些傳承上面的意見不合 或者是生意上面 可能介紹一些生意上面 會有一些糾紛 進去的確是很快的時間 就有進行一個砍殺動作 兩名受傷的男子分別送醫急救 黃信死者傷重宣告不治 而理性傷者命危還要觀察 由於兇嫌身份明確 警方正積極將他棄補到案 記者綜合報導